慧眼 她叫慧眼四英雄 她後面是有完整的團隊 所以她只是演員 劇本什麼人幫她寫 劇本都已經編好了 導演也都把這個 戲要怎麼演都選好 她就是去擔任一個演員的角色 應該這樣講 她的尺度 作為演員她的尺度蠻寬的 市政哪裡要改善 中山鏡 腦鏡跟大巨蛋 我覺得大巨蛋 但是有大巨蛋我後來怎麼想 我也想不出解決方案 我們就是外哥看到腫瘤 就開刀把他開掉 結果一開下去血流不止了 天啊 什麼 卸任之後的第一天 你想要做的第一件事會是什麼 沒有選擇 我一定要回台大醫院 她跟黃國昌蠻適合的 她說比較敢講 我覺得 這兩個都是屬於敢發言派的 對對對 比較直接吧 你剛剛是說你要模仿她的 剛剛有人建議說 你的副市長可以跟黃國昌搭 黃國昌 這兩個都太衝了 如果萬一到2024 你沒有選上總統的話 那你接下來會做什麼 最討厭的人 不敢講 我內心有 下節目我再跟你講 那我當然會做什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